今天要來吃好吃的一鍋料理 現在要來到它的門口了 你走快一點好不好 OK 來坐這裏照 很漂亮的 你看這叫前院嗎 我們新加坡的感覺 大家好我是試吃時間的大哥 我們今天來到王廳旗下的補田餐廳 對它叫做新加坡料理 其實以前我們一直很想要吃世界各地的美食 我們今天就有機會來吃 那我們事不宜遲趕快進去囉 Let's go 好啦我們已經坐到裡面來啦 那我們剛剛已經點完了 我們今天點的叫做雙人齋心宴 對就是雙人套餐的部分 那他剛剛介紹了非常多 新加坡道地的美食 新加坡那邊引進過來的 我們基本上都點特別的 對因為既然都來到新加坡料理店 我們一定要點一些特別不一樣的 然後他剛剛有介紹一個 他們光薯的辣醬 看一下它長什麼樣 完全聞到新加坡的味道的感覺 這樣子 我覺得蠻香的等一下可以撕開 有點像月亮蝦餅沾的那種醬 那就期待我們今天的美食囉 好我們食物上來啦 嗯 先跟大家給大家看一下這一道 現在就偷看一下 蝦苗嫩子菜 蝦苗 上面有小蝦蝦苗 然後他說這嫩子菜的頭版很特別 我們現在先來吃一下 好 不知道怎麼夾起來 它超軟的你看 那樣夾起來 有一點海苔醬的感覺 有吃過西飯配的那個海苔醬 很綿密的感覺 很好 對 可是這個味道比較 超下飯的 味道比較好 對 我覺得好吃耶 我喜歡這種味道 很特別 我們看下一道 酒莊很長 來給大家看一下 他說他的 滴出來 你把精華滴出來 沒事 他說他是非常有嚼勁的 我現在就超想吃 然後我覺得那是我覺得要讚一下 嗯 超好吃 對很厚實 很厚實 你要沾這個醬 原來醬好浮開 就是很有味道 嗯 你來讓大家看看 這很乾淨啊 重點是他裡面 給大家看看 裡面 有看到嗎 超厚實 一圈一圈一圈的 對 而且他裡面那個 剛剛被他滴出來的人吃 讚 對 我覺得要讚 這一道呢 這一道呢 他們說 如同我們台灣的佛吊牆 每逢佳節過年 都必須會出現在餐桌上的一道精華 原菜的概念 對 就是一種象徵吉祥的食物 他們這邊非常特別 對 叫做普天荔枝肉 荔枝肉 荔枝肉 我超愛吃荔枝的 嗯 我現在就想來吃吃看 它什麼樣的感覺 嗯 味道很全 對 我覺得兩個要配在一起 我兩個一起 它這個荔枝是誰 嗯 平常荔枝就很甜 它這沾上那個醬汁 它的甜度整個是在口裡爆 欸你 這麼快就把它吃完 我什麼都把它吃完 我配個肉看看 它兩個都在一起 它的甜度會增加很多 而且不會太膩的甜度 我剛剛吃這個只是荔枝肉 可是 再加那個荔枝 它的味道 就會往甜再變成 然後 我覺得吃起來 不會那麼單調 嗯 蠻厚實的 因為口感也很好 嗯 我覺得要配在一起吃 對 單吃其實 有不同的感覺 吃起來就是風氣心滋味 嗯 對 然後這個也是它的 酥草 玉形 酥草玉形 我一直偷看 酥草玉形 坦白講 但是吃起來感覺 一開始 印象中的新加坡料理 其實有很多不同 對 其實我意外的發現 這間新加坡料理蠻符合我的胃口 什麼都符合你的胃口啊 你有挑的嗎 好 我要吃這個 酥草玉形 芋頭 超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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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酥 就是 就是 我一開始咬外面的時候 覺得 它很 酥脆很像餅乾的感覺 嗯 對然後咬進去就是 濃郁的芋頭香 就這樣爆開的感覺 嗯 就是口感很美 嗯 我覺得可以好多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剛剛它上的這一道啊 然後 鍋麵塊板子下 給大家看一下 金絲麥菜香 它這個上面這個 葉子 它是乾的 葉子 然後它就吃起來 這道料理吃起來會有奶一些味 很吃嗎 魚鬆的感覺我就要加這個 加一切 加一切 嗯 嗯 嗯 喔 很大塊喔 很大塊喔 吃到後面有一瓶 就是 就是 咖哩的香 就是新咖哩的那種感覺 到我的鼻腔裡 它會不會很腔 不會不會不會 你等一下吃吃看 就嚼到後面 這個有個粉 我也想把它吃到 它是買便宜嗎 對 等一下這邊 可以帶一些 口感 它好像蕭味鮮喔 餅乾 我覺得它 因為它其實都比較重 就是調味料的感覺 它有配料 我覺得很適當 淡厚的甜點 喝湯 要喝湯了嗎 喔喔喔喔 給大家享受 這個魚也太大了 我剛剛沒有特別撈起來 看都沒有注意到 其實蠻大口感 有蝦的感覺 味道滷了 看到的 它的醬味 像這樣醬油的感覺 然後其實配這個肉 其實也是 很適當的 因為它肉本身其實就已經吸附它那個 就是肉骨茶湯的湯子 再加這個醬 多了一層味道 真的是胡椒味的這種嗎? 剛剛說有就是 胡椒味比較重一點 啊我剛剛聞了一下 還沒喝那個胡椒味就讓我覺得很喜歡 對 但是我正常來說如果胡椒味很重的湯 它其實喝進去會有很刺鼻的胡椒感 對 但是這個不會讓我覺得不舒適 真的好好吃喔 而且它很好去皮 它不會一直用筷子 直接用筷子輕鬆就把它 骨頭超乾淨 好 我們吃完了 對 到外面 吃飽 飽到不知道要講什麼你知道嗎 我現在整個很撐 看到我的肚子 這幾個月了 這幾個月了 兩個月 三個月 好 我覺得這家餐廳真的很棒啦 給幾分 不愧是網民的 我覺得 五顆星 我自己啦 五顆星滿分的話 我也是五顆星 對 因為剛剛在填問卷的時候 我也全部給五顆星喔 不管是服務 環境 跟什麼的 跟餐點的美味 我覺得都是很棒的 就是一開始其實沒有太大的 心情起伏來吃這家餐廳 但是我其實吃完很正興奮的 對 因為我覺得每一道餐廳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這家餐廳絕對是我想要來二房三房甚至四房的餐廳 甚至是每一次來都點不同的東西 來嘗試它那個感覺跟味道 我覺得滿適合那個家庭聚餐跟同學會 所以下次我們一定要帶那個Gavi跟那個阿克蘭 阿克蘭 對 而且我覺得它滿貼心 它是有雙人 四人 六人跟十人的套餐 還有單人的就是十人的小包廂 就雖然沒有全部封閉 但是我們如果是一家人全部在那邊 其實是有個自己獨立的空間的 我覺得是很棒 對啊 對 沒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按讚 分享 留言 加訂閱喔 我們是四次時間 大家下次見囉 掰掰